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两天就听说有一家人来拜访 然后带了几个小朋友 小朋友好欢喜就去到我们的playground 去那个小朋友玩耍的地方 在那里荡秋千 滑溜梯 还有一个最受欢迎的飞机模型的敲敲板 总是大人就很赞叹 他们第一次来 然后就说 这个沃泰华佛光山实在是太体贴了 怎么就晓得小朋友就最喜欢这样 就说大人有学佛 大人来肯定要先去礼佛 但是小朋友他还不懂嘛 但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 这种儿童游乐的一个区域呢 就这样大人小孩都很开心 那一来是听到这样 那之后呢 星期天的那个童军团 我们的领队啊 Derek带着他们 小男童军嘛 小童军就进到我们的 这个往后面还要再建设的那一片 陵园之中 走进这个森林里 但其实呢 这一片 就是沃泰华新的道场 将来要建设的这个地方呢 他其实 暂地他属于长行的 所以是有一个叫做 Trail 叫森林小径吗 森林步道 叫森林步道 他是可以通 一直通到后门去的 这样 那这个Derek Leader 他因为过去啊 都是跟着 妙尊法师啊 就会去整理啊 这些出坡 所以他熟悉这条路 那他还拍了照给我们看 说这次走得更里面一点 就看到 不晓得 据说不晓得是古董级吧 就以前的那种牛奶车 当然是已经废弃了 不知道是超过50年以上了吧 就是早期的那种 马车带着的 然后有一个 这个 挂着一个车厢 车厢里面就是要送的牛奶 等等这些 所以他们办完活动呢 就把这个照片啊 就po到他们同军 同军团一个 同军总团的 这个Facebook上啊 去分享啊 结果呢 就今天就听到说 有另外的 也是同样都是同军团 其他的团队的 就跟我们联络了 就说啊什么时候 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走 那个森林步道这样 我听到说 哎 真的很 很有意思哦 就是说 其实我们有一些观念 重视儿童教育 重视教育 应该先这样 重视教育 包含小朋友 像这样子哦 那 就因为寺院 都是给人比较 严肃的感觉 那 但是我们其实是要 从小 如果小小朋友 都可以来 亲近道场的话呢 真的他的那种 菩提幼苗 他小小善根 他可以得到培养 甚至他就是 延续他过去生的 善根 福德因缘 所以也要有这一些 他们适合的法门 让他们可以 走进来啦 或者是说 接触啦 等等 那 所以今天各位看 这个背景啊 是不是很可爱 其实各位如果 仔细看的话呢 应该在 昨天还是前天啊 我们不是有分享 佛馆的一段 这个 就活动的那个画面吗 这是从中 把那个图 节选出来 其实我们谢礼 可以让他动起来 这就有几张图啦 可以看 就说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 就是师父在指示 如常法师 今天我们分享的 还是如常法师的著作 像星云大师学管理 当时有讲 就是你要 这个博物馆 佛陀纪念馆 就是一个博物馆嘛 这个博物馆 它要有一些地方 是可以互动的 它是可以动起来的 就像佛教节庆馆 这其中一个 常设斩的 这个场馆 这馆 那么一进去 佛教节庆嘛 从正月初一 弥勒菩萨的圣诞 然后二月十九 观音菩萨圣诞 然后就一路这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 石井的一些 跟着节庆这样走 但是那个 那个弥勒菩萨的圣诞 那当然 一开门见山 坐在门口 就是弥勒菩萨 当然是用中国的弥勒菩萨 那就是 真的叫大度弥勒 那 然后上面爬了 师父讲是说 白子弥勒 那个如常法师说 他做不到一百个 小娃娃爬在他身上 就象征性的 大概十来一个 但重点是在哪里呢 师父说 这尊弥勒菩萨呢 他要会笑 他要会讲各国的语言 这样 如常法师说 真是把他考倒了 他找了很多专家 在询问怎么样 到最后了 勉勉强强 只能用投影的 投射在一个 这个弥勒菩萨的头 这个面上 面应该是平的吧 那他投那个表情上去 那只要有人走进来 一感应 他就哈哈哈哈 真的就笑 然后就 吉祥 然后Welcome 就欢迎了 这些 就讲各国的语言 他说其实 没有做到师父说的 真的能动的那种 但是意识带道了 这样 但是其他活动 他就很注意了 比如说书展 各位有没有印象 国际书展 最早的时候 比如有一年 师父说要有马 我们当时在分享 会评法师的文章 师父不是说 要挤匹马吗 要让小朋友 实际上去摸摸马 靠近去观察 马的眼睛 马的睫毛 马的中毛 马的脚蹄等等 这样子 那个也是很有意思 然后有一年是 那个叫小火车 小火车是真的人 可以坐在里面 那个小火车 真的会走的 像今年 我们就看他的短片 我一直在看 什么叫做 什么机构木偶 这些 可能是有机关的吧 我也不懂 但是看了这个短片 才知道 师父就很重视 这个教育 特别是儿童教育 从小要给他们 有这样子的欢喜 他就会很喜欢来 来了还想再来 像这样 所以我想我们安排的 比如说我最近听到我们中美市 因为住持绝法法师 他很会造景 园林设计这些 他最近也做了儿童可以游玩的地区 听说信徒也是很欢喜的 所以我想我们也都是朝着师父所教导的 那师父怎么做 当然不可能场地不一样 因缘条件不一样 不会做到一模一样 但是当地就是你在那个当地有什么样的条件 我们还是会把师父的用心还是把它用上去的 其实今天想跟大家谈 因为之前谈到佛陀纪念馆的这个国际书展 我们谈到书香 是书本的书 也谈到书香 就是要推广书食 另外谈到环保 就像宝和尚讲的 真的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要保护地球 像这些我们在谈 就谈到这个书 我今天这里有一段 师父不是只有知道儿童教育 因为像师父说 人间佛教的定义 佛说的 人要的 进化的善美的 凡是可以帮助 就促进 所有的幸福安乐的教法 通通都叫人间佛教 其中有一个人要的 所以小朋友要的 像这样子 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提供 那另外就是谈到这个教育 这一篇里头讲到 说书 就是书本 书是一个神奇的种子 在大师善巧的运作下 书已经超越了书的本质 它不是只有记载的知识 白紫黑字 它是超越的 那就谈到 从2006年 因为大师推广阅读 所以就开三辽特著 词汇法师 我们的长老 叫落实大师的理念 就促成了第一部云水书车 那么在2007年就诞生了 有翅膀的那个车 云水书车 可以讲就是到陆续增加 到2013年 已经到50部的书车 包含义工 包含书籍 然后呢 这个到现在 现在讲15年 现在大概超过了 就是它绕遍所有的全台湾的偏乡 超过200万公里 等于绕行地球50多圈 说是 这见证了台湾在书香铺陈下的幸福指数 这个还讲云水书车 但是这里呢 到2015年 距离现在也不过 就是七年前嘛 就七年前 有一位海鸥叔叔啊 就问如常法师 说 有一所国小 没有经费 举办毕业典礼 佛光山愿不愿意 把全校的学生 带到佛馆来帮他们办啊 哇 全校带来这是多少人 那后如常法师就问 全校有多少人 这位海鸥叔叔啊 义工啊 回答他说 全校师生一共34人 各位听了可能会很惊讶 如果是国小 那不是一到六年级吗 六个年级的学生加老师 只有34个啊 这个是一点都不稀奇 我过去在那个北海道场 他当时设了台北女子佛学院 在那个山顶上 就是在全台湾的最北角 那个石门乡的山上那里 那我们如果 因为不是说随时都有车 我们自己车有时候出去办事了 那我们如果真的要下山去办事的话 好 比如老师要来 我们得要去买菜啊 但是没有车子啊 我们走 走路大概一个半小时 那个半山腰的地方 有一所国小 就是一间教室 整个区域 所以说偏乡啊 人口啦 他的经济力量啦 种种这些 他可以请到的 愿意到三 就偏乡去教学的 包含家长可以让小朋友来读书的 像这些 有的时候 他们就是兄弟姐妹一家人 都是在同一个教室里面的 我们有时候初一十五 早上做完早课 供果收下来 我们也走路 走半个多小时 送去给他们 说这是今天供过的平安果 给老师跟小朋友 这个吃平安 吃开智慧的 他们也很高兴 像这样的学校确实是有的 三十四人 如果以比起 我说在石门乡 那个山顶上的小学 这个三十四还是比较多的 但总是 就这么一件事情 那所以呢 如常法师就决定了 就由佛馆请一步游览车 然后把全校都接来佛馆 那一天呢 就在五河塔 喜庆之家为他们举办毕业典礼 那这一届的毕业生呢 六个人 好 那所有的师生在一起吃毕业餐 在佛馆度过一天的毕业旅行 这佛馆招待他们了 那忙完了之后呢 如常法师很高兴就跟大师报告了哦 说今天做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如何如何 大师听完之后啊 马上的反应哦 是说 你应该广邀所有 云水书车接触到的 偏乡学校 一起来办毕业典礼 偏乡啊 不是只有一手困难 那我们书车跑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壤嘛 都去问 就是就我们去派车去接他们 通通都来 帮他们一起办联合毕业典礼这样子哦 所以就有了 所以看到这些记载 都是唤起一些回忆哦 这很感人的 所以在2016年 就在第二年哦 就有35位毕业生了 那场地在礼敬大厅的五官堂 总共有300多人观礼 这是大师第一次出席联合毕业典礼 并且以自己从未参加过毕业典礼的人生经验 为孩子们开示 要记住 穷乡僻壤就是穷嘛 师父说 做人很重要 自我教育很重要 一定要做一个好人 师父也说嘛 他说我没有参加过毕业典礼 我今天跟你们就一起毕业啦 这样 给小朋友们很高兴哦 像这样哦 那后来呢 几年来每一届哦 就这样一年一年扩大办 多达30余所偏乡学校 将近1000位的毕业生 进入佛馆的大学堂 来举行毕业典礼 从六个毕业生 到将近1000位的毕业生 各位想想看 这个真的是 因为 这个城乡的差距啊 真的就是有这么一些事情 所以师父从这里呢 又在指示 就是包含佛光山的文教基金会 就是 这个 来举办 然后要交通车接他们来 那佛陀纪念馆呢 就提供给儿童餐 送给他们新书包 新文剧 然后还邀请 这些知名的大提琴家啦 这钢琴家啦 为他们现场演奏啦 这样就好像是一个 一场很 很怎么讲 充满着西方古典音乐的 这种 好像趁着这个翅膀 遨游世界一样的 让他们 因为小朋友可能 可能没有搭过游览车 也没有听过这些古典音乐 也没有吃过这样 也没有来过这样的博物馆 总之他人生的第一次 是给他满满的祝福 给他们满满的回忆 希望他们的未来很好 但师父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在其中有一年 2016年 所以其中一位校长 就说起 说有一位国小毕业生 父母都已经往生了 能不能佛光山帮个忙 让这个小朋友 就到佛光山的浦门中学 去读书 去就读 师父啊 他跟如常法的讲 如常法的再回报师父 师父呢 就马上说 赶快 我们来成立 好苗子 人才扶植 奖助学金计划 人才 就好苗子 人才扶助的 奖助学金 奖学金跟助学金 这个要分两类的 好 像这样子 然后 就从公益信托 幸运大师教育基金 这个主办单位 然后来 还有佛光山的文教基金会 来承办 专门受理 偏乡学校的学生 申请奖学金 那当然要有访试啊 去了解 然后就要 这个录取一些 真的是要想要读书的 就成为好苗子 等于是帮助 穷困家庭的脱贫之道 那 由佛光山为孩子提供 奖助学金 还有生活 会教育 教育所有的物资照顾 提供进入佛光山教育系统的中学 大学 还有研究所 就读 像这些 后面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说 他们的一些反馈 等等 今天时间关系 我就不多说 我只是从一个 师父重视教育 也重视 每一个年龄层的教育 那也由这里 然后再带出说 从一位义工 他说 这个 他们没有钱举办毕业典礼 好像 好不容易 在那么 偏远地区 资源不足的地方 读到六年级了 也只是默默地离开学校 这样吗 马上 佛光山把他们接来 办很隆重的 这个 毕业典礼 然后游佛馆 毕业旅行 这个是很多地方的人 北中南都是要来毕业旅行的 所以就直接让他们在现场 就毕业旅行了 像这些 还要吃毕业餐 这些就看得出来 我们的师父 各位你真是想象不到的 所以有的时候说 话说师父 那太多可以讲 有的时候 想一下是说 因为太多可以讲 要选哪一样呢 我刚好想到 就是我从我们在渥太华 这个只是设置了一个playground 都可以让我们的邻居 或者路过的人 小朋友这么开心 或者有些新朋友 新朋友只是说 听说佛光山在这里 他们来 但没想到 看到那个playground 他们很感动 因为他们是带着小朋友来的 但是很意外的惊喜 看到吗 那包含我们的同军 现在可以跟其他的同军团 可以交流 我都觉得非常好 因以合身得度者 观音菩萨及视线合身 而未说法 我想这一些 通通都是 慈悲的视线 好了 今天就这样跟大家分享 祝福大家 我们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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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父母